點數跟發射都要記好了嗎?好了齁 現在把你記的那張牌放進去裡面 咚!跑上來了 你剛剛記的那張是什麼? 梅花七 歡迎來到魔術玩家 這是一個有趣的知識性的魔術頻道 好!那現在又到了開箱有獎真打送好禮 那今天要送的呢 跟復刻牌有關係 也跟數字有關係 那現在我問你喔 數字你知道齁 12345678910哪一個數字比較大? 10 想了一下12345哪一個數字比較大? 當然是5比較大 5比較大 那復刻牌呢可能就不一樣啊 我們來看一下 注意看齁 12345 你剛剛說數字的話是5比較大對不對? 注意看齁 復刻牌的話呢是 12345 5是最小的 復刻牌不一樣喔 1才是最大的 好!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抽獎的 變形撲克 變形撲克 那... 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 魔術玩家四個字 然後呢再講一個答案 什麼答案 等一下好了 先來教一個魔術好了 好不好 教一個魔術 拿一些些就可以了 啊!讓你拿好了啦 不要我自己拿 拿一些些 先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 現在我要請你 那個幫我記住 第一張牌 點數跟花色都要記好 好了嗎? 好了齁 好 現在 把你記的那張牌 放進去裡面 咚! 跑上來了 你剛記得那張是什麼 梅花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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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教的 上升的牌 跑上來的牌 名稱自己取啦 現在呢 我來解說一下 好 那首先呢 你呢 這個請觀眾 隨便挑 大概十張左右 出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你把它打開來 像這樣子 展開來 像這樣子 好 然後展開來之後呢 你 你現在是跟觀眾講說 請你幫我 就是 記住前面這一張嘛 那實際上呢 你要抬上來的時候 你 你要把最前面這一張 把它收進來 然後呢 觀眾會以為 這個是第一張 其實呢 這個 並不是第一張 第一張是這裡 然後當你要抬起來的時候 把這個牌 往裡面 挪過來 所以觀眾會以為 這是第一張 梅花漆 梅花漆 然後呢 合起來嘛 然後就說 誒 這張是你剛記的那一張 把它放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然後放進去 它就會 它就會 跑上來 梅花漆 這個是 它的其中一個 表演方式 其實你也可以問他說 你比較喜歡 第幾張啊 比如說 像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個應用的方式 你用整目牌也可以 整目牌是這樣子 你呢 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呢 先請觀眾洗牌 洗牌 正常的洗牌 好沒有問題 好接下來 你把牌呢 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之後呢 你問他說 但是不要太多喔 大概 五六張就可以了 你就說 你比較喜歡第幾張 你比較喜歡第幾張 第三張 一二三第三張 好請記好第三張 記好了嗎 記好了 好了齁 一二三三張 好放進來 然後呢彈一下 它就會跑上來 方塊A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斑法跟剛剛那個斑法 其實是 差不多的 一曲同工之妙 好 那首先呢 會請觀眾先洗牌 好洗牌 然後洗完牌之後呢 把第一張往後 往下挪一點點 往下挪一點點 然後呢 這樣子展開來 所以後面呢 先藏一張 好 後面先藏一張 好 所以呢 從這邊算過來呢 好 第三張是 好 比如說觀眾比較喜歡第三張 第三張是梅花六 好 梅花六 可是呢 實際上呢 你如果合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 梅花六會變成第四張 好 第三張梅花六嘛 好合起來 一張 兩張 三張 好 實際上這一張並不是梅花六 梅花六 梅花六是第四張 這裡 好接下來就把它合起來 盛一下 它就會跑上來 好 兩種方法不大一樣 但是呢 原理是一樣的 好 好今天呢 就教各位這個 呃 上升的牌啊 那 有講真答案要問的問題是 到底是一比較大呢 還是五比較大 剛剛那個 你要說結果啦 變形撲克 最後 對啦 結果 最後呢 是一比較大還是五比較大 變形撲克 好 那我們會從這個 十五個留言裡面呢 抽出一個 這個幸運的觀眾 你要記得喔 魔術玩家四個字 然後呢 外加 最後那個 變形撲克是 一比較大 還是五比較大 還是二比較大 好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然後呢 按讚 分享 謝謝